首创美国华人旅游业第一趟中南美洲四国旅游行程 南加州一家开业三十多年的旅行社 告别美丽的萨尔瓦多之后 带团圆南下到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 哥斯大离家 要玩空中滑索泡火山温泉 还要逛火山咖啡园体验乐活 现在就请记者叶洪志还有李宗瑶 带观众朋友一起去大开眼界 笔直向下俯冲 仅靠一根绳索便能在两座山之间通行 这就是哥斯大离家赫赫有名 全世界最棒的滑索冒险地之一 因此勇敢的拉丁加级团圆当然不能错过 在专业滑索专家的指导下 挑战短短五分钟内 学会扭腰白豚 手脑兵用地控制好身体姿势 要当心大冒险家 看团圆一位位穿梭在树海之间 就像在飞翔 刺激又好玩之外 面对最惊险的时刻 仍停在绳索中间 不上不下怎么办 别怕别怕 英雄就没上演 让女团圆印象深刻 我想会有人来处理的 所以我就在那边等 结果真的是有人来处理 结果他把我拉 他拿个钩子把我这边钩起来 然后我发现他用了很多的力气 全身的力气拉 因为他要拉我这个重量 我很胖 要拉我 然后还要自己 他等于要拉两个人 所以他用手把我拉回来 非常刺激 很好玩 而向远眺更多美景 团圆还能搭Skytrain 登山缆车 一路居高临下 不看颜绵相连 雾气缭绕的火山 加上一旁波光灵灵的火山湖 一片湖光山色 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听潺潺流水伴随热气翻腾 有如来到了天上人间 这就是哥斯大理家独有 世界文明的国际级度假圣地 一处拥有15区泳池的火山温泉乐园 从潺潺流水的隐蔽小池 到处被花草树木给包围 到由大部分所构成的天然SPA池 都能疏解压力 不过最棒的还是香格里拉休闲区 巧妙利用梯田的地形 建造出美轮美奂的景观 一步一景一处一摆设 让人流连忘返浪漫无限 享受丰富的天然资源之外 喜爱亲近大自然的团员 还能畅游雨林生态保护区 拜访绿意盎然的蜂鸟热园 并且和色彩亮丽的大嘴鸟近距离接触 让这些小可爱和团员亲密互动 有的在团员手上和肩上爬来爬去 摇头摆尾 友善又调皮的个性 让人超好奇 而在各四大一家 除了好看跟好玩之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品尝一下 它不加奶跟糖 纯粹的黑咖啡 不过种在火山旁边的黑咖啡 是怎么种出来的 拉丁加西也特别带团员 一起去看看 继续前进中美洲最棒的Doka咖啡园 在专家详细的解说下 团员一位为专心听讲 学习种植有极咖啡树 接着参观加工厂 看咖啡豆如何分类和脱水 衰选出颗粒最饱满的白色咖啡豆 接着还要用团员的手拿起大木扒 整瓶满地的咖啡豆 以中美洲的炙热阳光 帮咖啡做日光浴 最后进入磨岩市 逐一去水和包装 就成为了招待室里面 还原真香品尝 美味的有机黑咖啡 它是唯一一个咖啡产 比较清楚 你可以认识 了解 从咖啡的种植过程 到一个包装完成品 整个烘焙过程 整个制造过程 你就可以了解得清楚 因为主要 然后它有名就是它早期 它两年前 它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咖啡 都是销售给星巴克 终于知道它是怎么样做咖啡的 是人生中也是一件大事 知道我每天喝的咖啡 是怎么样做成的 很好 很开心 买了咖啡 买了糖 还有买了酒跟咖啡在一起的 而喜欢历史的团圆 想学习乐活 还能走访国家黄金博物馆 最近已经消失的古代部落 从最古老的十颗雕饰 到只有指头那么小 栩栩如生的纯金生物 以及各式各样精雕细琢的 人像 甚至到勇猛战士身上带着大型装饰 每一件都美轮美奂 令人赞叹 一般的黄金都是戴在身上 尤其是他的这个酋长 或者是他的打仗的人 或者是说有钱的人 就是说重要人文在他们的小村子里面 在一些小民族里面 所以就是说他们利用这个黄金 跟西班牙人利用的是不一样 那因为很多这些原住民都不在了 或者是说被西班牙人占住以后 都已经是混血了 所以格斯拉里家就是觉得很重要 要讲他们的历史 品味生活也要培养艺术 团圆还观摩传统的 牛车彩绘手工艺 看当地年轻人一个个转型绘画 一笔又一笔 透过色彩鲜艳的画笔 把原本毫不起眼的牛车和车轮 转变成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不论是躺着放当餐桌 还是挂在墙上 都让人喜爱榴莲逛班 早期他们就用这些牛车 来搬运咖啡 所以他们也把牛车的轮子 还有整台牛车就加入他们的彩绘 就是他们一个当地的传统的文化色彩 一路上好玩好看之外 拉丁假期每天还贴心安排 至少一道当地的特色风味餐 无论是放上清蒸螃蟹的海鲜饭 或是冰虾海鲜饭 每一份都又大又丰盛 让团员吃的津津有味 直呼过瘾 炒饭像我们中国炒饭非常好 我们中国人嘛 他的胃口还是吃中国饭比较舒服 所以今天这个中餐非常好吃 炒饭还有虾 他都做得蛮好吃的 虾蛮新鲜的 炒饭的时候 他的颜色也蛮好看的 他的那个味道也弄得蛮好的 味道很棒 海鲜很甜 吃得很丰富 我们都很兴奋 特别是我们家的一个小鸡 我们看到那个炉 他们一直在 一个人在敲的 味道很好 这边的鸡都蛮不错的 有鸡的味道 色火各式大理家之后 拉丁假期的中美洲四国旅游 将前进历史和文化 都大幅相同的两个中美洲国家 巴拿马和瓜地马拉 探索玛雅神殿 黄金博物馆 印第安部落 以及雄伟的巴拿马运河 欢迎观众继续锁定 东森新闻的系列报道 东森新闻用治理中瑶 在各式大理家的采访报道